嗨 我是路克 今天來分享 這次初音夢魘集的雙成就隊伍 能處理的成就是頭尾相同 臨時 道羅斯要用邀請行或魔刀 光龍使要用專屬武裝 其他武裝以邀請行為優先 準備好之後就開討吧 進場敵人打超痛 但對巴龍來說不影響 隊長給他扒下去 右半盤面不消 第二層 手箱水追擊零化 戰友給他扒下去 之後再走紅綠燈 第三層 全框電擊 隊長巴龍 道羅斯 右半盤面不消 第四層 三百九級盾 第一回合五連按住1C 被打一下後戰友巴龍 開滑溪點水水 只消第一直行 最後戰友給他扒下去 再把龍克打爆 這樣子滑溪會直接跳 開滑溪點水水 留住五六直行的珠子 第五層 補儲強 外圍射擊 射外面比較不怕舒適 先隨便1C 可以被打一下 之後紅藍 戰友巴龍 右半盤面不消 要故意被打是為了 讓滑溪變成人形態 第六層 敬銷珠 三十字 這邊的屬性敬銷可能是水或火 但這打法可以兼容隨機出怪 隊長給他扒下去 照路進轉 三十字 第七層 弓箭盾 手效10C 消心減抗 先隨便1C 最後光龍使 滑溪點火光 紅藍角色珠 轉手效10C 火珠跟光珠會手效一效 轉成這樣子 剛好能手效10C 第八層 鎖技 手效22力 第八層 鎖技 手效22力 還會讓你超暈 先1C2次 這邊的珠樹盾不會追擊 被打一下後隊長給他扒下去 照路進轉 手效22力 第九層 兩回休眠冰圖盾 抗憤狀態還剩最後一回合 所以不怕休眠 戰友霸龍 右霸盾 旁邊不消 少消水火各1C 盤面全消 這邊天降兩組以上的暗珠會炸裂 但機率很低 2血光鼠雙十字 戰友給他扒下去 照路進轉 光鼠雙十字 3血是累積手效60力 隊長角色出 空轉 下回合隊長巴龍 光龍使 角色出一步 3血是累積手效60力 最後光龍使 盤面全消 以上就是這次初音夢演集的雙成就隊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了。